你知道世界上最长的火车有多长吗? 虽然我国的火车列车在全球首屈一指, 但要说到谁的最长还真不是我们国家的, 而世界上最长的火车来自于澳大利亚, 由著名火车制造公司BHD Lander1发明, 只对提的是澳大利亚还有着另一个名字叫做矿车商的国家, 顾名思义它们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, 光是铁矿就占据了全球18%, 而我国的铁矿石就是从澳大利亚清口的, 在这里大西北地区有着一座矿山, 该矿山属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铁矿石公司, 它们产出的重大8.2万吨的铁矿石, 但由于需要送到黑德兰港口, 面对如此大的重量和低廉的利益, 它的运输成为一个问题, 毕竟用普通火车来运实在太不划算了, 无奈之下就找到了BHD Lander1火车制造公司, 果然高手就是不一样, 在一番研究下就想到了将普通货运列车进行复制粘贴, 直接将铁矿石全拉过去, 而一吨Ctrl-V加C后, 最终这条火车上的长度累积到了7353米, 依据成为了世界上最长的火车, 骑车厢就有682节, 整车自重10万吨, 让它沿着山路走一圈, 甚至用不了半个身躯, 简直就像现实版的贪吃蛇,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, 为了提供动力, 整辆火车运用了8个车头, 而它的行驶速度还没有电车快, 只有27.5千mm小时, 到达港口都需要10多个小时的路程, 除了运输矿石以外, 你觉得它还能用来干嘛呢?